各位網友大家好 俗語有雲 大家過年就慶團圓 很多人都會選擇跟家人一家團聚 打算開開心吃團年飯 光顧香港的餐飲業 說到這麼慘 怎知近期有位港男大肚苦水 早知道都不光顧你 搞到一肚氣 那為什麼呢 所以你說想幫一下你的飲食業 但有人覺得也不值得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網上我們經常見到有這樣的討論 大家對於香港 飲食業的服務質素、食物的參資、價錢等等 完全都比下去 看看這次 這位港男又有幾谷氣 話說這位港男 就說吃新開蓮飯 一肚火 問大家 你究竟被你 一聲吞下去就算了 還是 接受了他 是這樣的 這種心態 分享他在酒樓吃這個開蓮飯的經歷 好了 他自己這餐在一間中式酒樓 六個人 2738 還要早了優惠價 有九道菜式 還要有甜品 一家人就帶蓮初一石 值不值得 2000多 好像不錯 看看有什麼食物 上湯焗龍蝦 衣麵底 OK 龍蝦三隻 西奧龍 好像挺划算 乳豬全體 珊瑚旁帶子 發財 瑤柱爬好市 不知道是不是瑤柱爬爬生菜 金湯花膠 雞絲 雞絲刺 還有人吃刺 清蒸 大海東星斑 應該這樣 原隻 鮑魚扣花膠 12隻 哇 好划算 12隻 鮑魚有花 花菇不是花膠 花菇 花菇 當熊 吊燒脆皮雞 雞一隻 芥蘭 肉蘭 芥蘭 芥蘭辣味炒飯 還有甜品 聽起來 香港的茶樓 酒樓 酒家 吃這些東西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起來就很 普通 普通料 每道菜都300元 大家覺得價錢不價 300元 雞又貴了 300元 奧龍 奧龍三隻 100元 一隻奧龍還要衣麵底 好像就可以了 乳豬也應該 都很划算的 乳豬全體 你外面訂的乳豬也不止這個價錢 所以其實你問我 多徐小寶 互相拉懵 300元 也算是一個送 也算是OK 因為你再加上農曆新年 外面都說加幾 加3加4加5加6加7 舉例 沒有了當然 加那麼高 誰幫助你也很低能 算是合理的 怎麽不知 他就說那些送 接二連三就出現了問題 一來到那台東西 簡直完全是 挑戰底線 如何挑戰底線呢 剛才說過 乳豬全體 會變成乳豬塊 一條條乳豬 即是他切開了 乳豬沒有頭沒有尾 只有兩隻腳 完全感覺 跟這個全體 我們的認知 是有些問題 我們這時候 去喝 什麼叫乳豬全體 有個豬頭 接著插兩眼燈 然後有豬尾豬手 四隻豬手 接著就是豬身 這才叫乳豬全體 他沒有頭沒有尾 腳只有兩隻 整件事都好像 滑在架 真的嚇死你了 吃乳豬 他就說 10條 切出來乳豬只有10條 你想想 你平時買一塊燒藍 師傅幫你一塊燒藍也切開10塊 你不是吧 那個乳豬竟然只有10條 切開了 還要薄一一層皮 就說完全是沒有肉 而且是肥膏 那怎麼吃 質素很差 好了 走路職員解釋 因為訂座人數只有半圍桌 所以不能夠全隻乳豬 奉上 但是寫著乳豬全體 那個菜單上面 你沒有說因為6個人 所以只有半隻 那你全部給我斬半 那你價錢有沒有給我斬半 難怪他做了一個早料價給你 是不是 有人說不貴得有優惠價 因為你6個人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超級不值 繼續看看究竟有什麼不值 脆皮雞 皮不脆 這些雞 300元 你問我 有人說 真是智商稅 回到深圳做一隻 搖雞 一塊水 你吃雞 隨時一塊水都不用 你跑去那些什麼 俠馬先生 山姆 手撕雞 三十幾元 反而沒有那麼穀氣 人家真的整隻雞在你面前撕 撕完就給你一個盒子 300元 脆皮雞 所以 也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吃東西 貴 貴已經不是貴 在食材上 我們 你想吃到很漂亮很漂亮的東西 隨時你後面要加一個零 就是3000元 那你可能隨時 在說那一碟菜 你才可以 享受回舊時候 覺得好吃 很優質的質素 我看到那隻雞皮 真是可憐 不用說了 簡直是 好像潮了 而說到 不知道是不是大年初一 那個廚房 即是炸 燒尾檔 那個師傅 不開心 封利是不夠厚 那隻雞斬到脫皮脫骨 斬雞 當然家人吃 就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也有 學斬雞 怎樣鋪好看 人家常都說 怎樣砌出雞形 是不是 不是 好似的 好像那隻雞被人撩過了 一上碟就已經撩過了 散修修 真是沒什麼胃口 看到 好了 說到這位事主 都已經立即 要 部長 過來 那隻雞 搞什麼 新精頭不是這樣 部長就立即跟他 換個碟 但是 也是一樣 氣得爆 出來 好了 龍蝦 看看龍蝦 奧籠 三隻 是不是 沒有了兩隻 糟糕了 一隻奧籠 這東西 真是可憐 全部都不見了 明明 全圍 三隻 半圍只有一隻 又來這一尾 一隻半也不行 這些是很誇張的 自動和我縮水 你在大排檔 吃東西 例如例牌的 例如例牌 看你的人頭有多少 他會預算份量給你 價錢 其實是他所說的 也沒什麼所謂 例如例牌 例如例牌 例如例牌夠不夠吃 適應 例如例牌 幫你加底 加大一點 貴多一點 沒問題 總之份量足就可以了 這樣 你擺明是劏客 你明明餐牌有三隻 現在只有一隻 最重要的是難吃 新鮮 經常說 吃東西吃新鮮 吃東西吃味道 這些海鮮 很容易分得出 它究竟是新鮮 不新鮮 蝦肉 一咬進口 煤的 削的 軟的 散的 就知道 已經是大鑊 他提到這個龍蝦肉咬下去就煤難 入口即溶 跟我們平時吃的那些好龍蝦 有大家燒東西吃過的龍蝦味嗎 有啊 很棒 一燒好了 龍蝦肉是彈口的 彈牙的 有些煤 真的 丟下街的 真的不能吃 另外 鮑魚 鮑魚又不見了一半 說到原隻鮑魚叩花菇 原先六隻變三隻 一台人六隻 你已經不給我 你只剩下三隻 不是吧 十二隻原隻鮑魚 就變了 三隻 沒有了 你真是 反桌的 立即想起 烏鴉 反桌了 不吃了 真是恐怖 怎麼搞的 當然啦 我不是說全部的酒樓都是這樣 但是你一宗已經是足以打炒整個餐飲業的 那些人一定會出來 說 你說 我還怎樣光顧得下 內地你只會吃那些什麼椰子雞 別人寫明一隻雞 是不是 不夠的還可以多點一隻雞 那些東西都不會這樣 因為你的人頭關係削得一兩塊一兩片 極離譜 當然 內地有些 你當你打火鍋也好 吃飯也好 他未必是很大份 幾十元 但是你覺得是值的 因為 他給了你 那樣東西 你舉例 舉例 那些 啪煲 爆炒 豬大腸 他不會因為你只有兩個人 一碗 那樣 煲就過煲 是不是 你說不是有些東西賤底 那麼起碼看上去也會吸引 但是你不是 一看上去就擺水了 死了 然後到花膠雞 雞絲 花膠雞絲刺 他說鹹到好像怕你不會神虧 那本身現在也不流行吃刺 他說沒有什麼 如此 味道就極鹹 不知道他用了什麼湯王去搞 搞到這樣的 所以呢 其實某程度上 又是個煮的問題 我試過 我也試過 在深圳 吃 這個 喝茶 我先分享一下 沒有了沒有下次的不便宜 三個人二百多元 那次喝茶 都多東西吃的 很多東西吃的 吃到滑的 但是有些東西 完全是 離譜 從廣東人喝茶的角度 是離譜的 第一件事 先說一粒山竹牛肉 那個山竹牛肉 我在深圳吃 我覺得完全不是廣東人煮的 咬下去 美麗的山竹牛肉 又有芫荽蔥 加一點陳皮 很香的 果皮陳皮 很香 咬下去是沒有的 沒有這些東西 還不知道是不是加一些粉 牛肉會發粉 很辣 乖味 很難吃 我已經誤食不下了 然後 他又有那些小籠包 很奇怪 喝茶有小籠包吃 深圳 我儘管試一下 一咬下去的小籠包 超重的 那些胡椒味 黑椒味 辣的 我認知又是完全 那麼怪的 搞不定 這件事 當然 有好有不好 我自己 算一條數 都是在香港喝算 喝茶都留在香港 其實不是只是深圳什麼都好 說到說 比那些宿米魚肚羹還壞 你說多嚴重 你打算做個花膠廁 竟然的結果就是比魚肚羹還壞 打算大連初一開開心心吃過飯 怎麽不知 搞得到一鍋粥 他於是 就拍了一張單 拍了所有東西 打算 酒樓給我交代 酒樓經理就見身精頭 哥仔不要生氣 就說 承擔部分的責任 提供折扣 打算給收你便宜一點 平息這件事 當然 其實很多人 新年期間 在香港消費 甚至乎 貼錢買難售 一來 有原因 不夠人 其實一餐飲業也不夠人 你還要 過年過節 過年過節更加難找人 可能隨便找過 炒散的 他煮的東西出來的水準 真的是很參差 所以其實 聽完之後 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這樣餐飲業 很難 光顧你 你會不會光顧 如果是這樣 我真的光顧不了 有些都是 蝦 白灼游水蝦 你上桌只有幾隻 真可憐 蝦毛 肌圍蝦仔 怎麼吃 不夠 不夠 所以 現在 感覺上 我花了那麼多錢 你給我一些 質素 不要說是涼 你給我一些質素 可以嗎 如果蝦毛 很漂亮 龍蝦咬下去 爽口 我都 未必怪得你那麼緊 但是你一來的東西 已經有難吃 又不新鮮 還要份量少 刻意這樣扣 真是 看到 我也替了 我們的飲食業 未來都是有些擔心的 所以 你說怎麼辦 只能夠 希望不斷改善 我們經常都說 精緻不要緊 你搞精緻 你搞味道 搞色香味 我們重踏 重拾這幾件事 我相信可以留住大家 如果不是 再扣扣扣扣扣扣扣 炒出來的東西 完全都放不到落口的時候 大家就不 鼓氣 我真的不在這裡消費 我就不想消費 這樣 所以你說 過年後 怎會不倒閉 沒有人再光顧 今天時間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